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霆 致死率超过9成的伊波拉病毒在西非肆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6号为止已经有1700多起确诊病例 超过900人丧生 全球人心惶惶 香港也出现了可疑的感染个案 一名32岁男子从奈及利亚入境 9号开始上吐下泻 送医隔离治疗 不过在接受病毒测试后 证实是虚惊一场 但已经让许多香港民众以及周边国家都十分恐慌 西非伊波拉疫情扩大 全球拉紧报 从3月爆发至今 造成将近千人死亡 而香港也传出一名32岁男子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 转送马加利医院隔离治疗 在初步化验后 香港卫生署证实 男子血液样本呈现阴性并没有感染 但男子送医前待过的重庆大厦 在这旅客们都人心惶惶 如果我住在建许里面 当然我害怕伊波拉 对 我已经有了 从我已经有了我害怕 但我不知道伊波拉 我从来没有看到 我只是从来疼人 伊波拉病毒感染地区分别在西非几内亚 赖比瑞亚 狮子山和内吉利亚疫情最为严重 病毒是透过染病动物接触传染给人 也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 潜伏期约2至21天 病患在这时不具传染力 而一旦出现症状 接触到病患血液 分泌物 器官就可能感染 初期出现高烧 倦怠 接着呕吐 腹泻等症状 重症者常伴有肝脏受损 胜衰竭 由于目前没有药物能医治 致死率高达九成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这是发现伊波拉以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希望国际合作阻止疫情扩大 虽然亚洲尚未有确定病例 但这起疑似病例已经让人民相当恐慌 香港当局在公共场所处处都张贴告示 提醒民众留意做好防范措施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常常人龙一圈又一圈 把台北时贸易馆挤得水泄不通 全台最大规模动漫展漫画博览会登场 开封首日入场人次上看十万人 有不少民众一大早就来排队 只为了抢购限量商品 心情很开心 想说明年要更早来 然后钱要带多一点 带更多 所以这大概花了多少钱 两千多块 两千多块都买完了吗 还没有 下午还有一波还要买 第十五届漫画博览会 规模比往年甚大 共有530个摊位 已去年成长了两成 还有不少业者是首次参展 今年还有很大的特色 迪士尼体系的漫威 钢铁人 还有美国队长雷神索尔 这些有等身的比例的模型来参展 另外适逢钢弹35周年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钢弹的主题馆 和展示 日本超人气动漫钢弹模型展区 集结了许多首次在台湾曝光的模型 吸引不少钢弹迷朝圣 话题十足 往年大多是日本漫画称霸的曼博 今年首次由美国漫画进驻 迪士尼超级英雄Marvel系列 祭出了十作真人比例大小模型 包括钢铁人 美国队长雷神索尔等 现场更有各式超级英雄周边商品 细米看了都超兴奋 很high啊 就觉得好多好可爱的 很想买回去 我最喜欢钢铁的 然后我就常常跟男朋友去看那个电影 对 我买了一个福袋 然后一支玩 然后一个iPhone的房子 曼博会为期六天 预估将吸引超过六十万人次参观 各家业者除了请到漫画家站台举办签名会 同时也祭出限量优惠 让这场暑期最受瞩目的展览 商机上看新台币三亿元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陈凯霆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女子团体SHE巡回演唱会 最终站在台北展开 吸引一万多人到场 开场歌曲Superstar一唱 就为现场炒热气氛 谈到最近世界各地灾难频传 他们现唱一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特别送给高雄港督 为灾民祈福 也希望世界能更幸福更美好 全场歌迷拿起手机挥舞 和台上互动 唱自气氛变得温馨 而在演唱会后半段 气氛又转为摇滚 因为担任嘉宾的乐团 五月天神秘现身 粉丝们疯狂尖叫 两团首度同台合唱 还在Ella的要求下 五月天加码现场 SHE变歌迷一起感受 五月天的摇滚魅力 整场演唱会 有摇滚炒热气氛 也有感性的歌声 抚慰人心 希望能给受伤的人 更多温暖 我有一天能重复 而心都散乱整个夜晚 张社记者张新伟 台北报导 穿上49号球衣 旅美多年的火球人罗嘉仁 正式加盟一大犀牛队 卢嘉仁在美国职棒打平多年 曾经效力于休士顿太空人队 是台湾第十位 登上大联盟的球员 这次回台打中职 渴望提升犀牛队战力 当然很高兴 其实因为打中职棒 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只是因此我扬差 跑到美国去而已 所以我觉得加盟一大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边球风 跟美国的差不多 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改变 这样 一大犀牛球团 为了给罗嘉仁保有旅外空间 与他签的是洋将合约 以日薪计算 只要罗嘉仁被登陆在 一军名单内 赛季期间 每天可以领新台币一万四 最高月薪42万 创下中职首例 这份合约 纯粹是为家人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 所以这份合约在过去国内没有 那这份合约基本上是比照国外选手 外籍选手签约的不是 我蛮感谢一大球团给我这个合约 给我那么很贪心的合约 所以旅外应该是每个人都想会去拼的东西 就是没有签明年也是在重弹量的 所以我觉得感谢一大球团给我那么贪心的合约 因为这个合约应该是没有人签过 所以应该只有我而已 罗嘉仁已经确定代表中华队出战9月的人川亚运 球团表示这段时间不知心 明年如果罗嘉仁还愿意留在中职 会以目前的月薪42万作为洽谈基准 中央设计的张欣伟台北报导 中华民国驻韩代表石定首尔旅星受到南韩侨胞热烈欢迎 他表示将会努力为侨胞争取权益 尤其在台湾没有涉及无法享有免签证待遇的侨胞 他将尽力协助 得到初步的讯息 就是假如我们能够加速各位将来在国内设计的方式 跟加速这个过程 是不是让各位的家人 尤其要返国的子女将来在旧学 各位将来在国内有投资 我们能够加速各位设计的方式 让你们很快能够达到身份证 让你们很快可以定居可以就业 石定表示现在持有中华民国护照 可享有142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待遇 没在台湾涉及的南韩侨胞 却无法享有同等待遇 他将尽力协助排挤难题 石定夫妇出席韩华各界代表举办的晚宴 除了受到热烈欢迎 也和与会人士一起为高雄气暴罹难者 慕哀致意 中央车记者江远珍收尔报道 美国国务卿凯瑞8号展开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之旅 除了访问缅甸 还将前往澳洲、所罗门群岛以及夏威夷 凯瑞第一站到缅甸 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协会议 11号转往澳洲和美国国防部长黑格 共同出席澳美部长级会议 预料两国将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凯瑞13号则将继续访问索罗门群岛 接着前往夏威夷 在智库发表演说 更多国际讯息 全球视野持续为您掌握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